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接着给大伙聊一部 今年最爆笑的国产公布片 夜闯寡尊 这个项目最初俗哥曾参与过 还帮着导演改过几场戏 但咱说实话 这个剧本实在是太优秀了 情节丝丝入扣 逻辑滴水不漏 本人自认财数血浅 为了保住此片在国际影坛上的声誉 不得不忍痛将其舍来中庆 虽然豆瓣平分2.4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质量次 全国总票房58万 也不能证明我们的影片就是烂的 这只能说明一点 你们这些观众根本不懂艺术 由于影片的闪光点太多 逼得俗哥都不能全程押韵解说 各位老少爷们请上演 影片一开场 寡妇村的王大爷 正跟毛淡叔边喝酒边献舌弹 王大爷说前两天 咱村可是又死了一大老爷们 你说这算是什么事 毛淡叔说咱村的男人全死光才好 这样的话 全村的寡妇都是我的了 王大爷说老弟 我是真佩服你的勇气 你这愿望虽然挺好 就是不知道你这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毛淡叔说 我常年的南城北战东党七杀 身体一直是顶毛挖 转场之后 喝得五迷三道的毛淡叔 打算去找刘寡妇聊聊人生 可没想到刚一进门就碰见一女鬼 所以这气氛马上就被杀了枪了 紧接着镜头一转 几个大肆的学生开着车 到凤凰山准备来一次毕业旅行 根据俗哥多年看烂片的经验 我发现所有的国产恐怖烂片 都有一个贡献 那就是废话特别多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戏不够水词凑 比如说什么好漂亮 好高啊 好美啊 还有什么好奇怪啊 好害怕啊 好恐怖啊 好阴森啊 好诡异啊 听听这些经典的对白 智商达不到250 根本想不出来 还有这位大兄妹啊 说什么女人大兄是因为被智商给成的 哎呀 我看你才是吃饱了成的 哎呦 说着说着又要摆合了 哎 我说导演呢 还让不让我们这些单身狗播了 简直是节操碎满地三观随风趣 在这里我强烈建议 后边能多点这样的戏 请注意这个禁止入内的牌子 再听听小白脸和小先生的对话 嗯 你这是往哪开呢 可出路了吧 我这是看着路牌开不来的 哎呀 编剧你过来啊 我保证抽不死你 几个人正开车往前窜的时候啊 突然一个稻草人砸在车上 哎呀 咱不得不说啊 这部影片的恐怖指数啊 确实挺高的 连这车下的都打不着了 此时此刻啊 我仿佛听到了厂家愤怒的呐喊 车打不着火了 你不要乱惊犯啊 我告诉你毁谤知道吗 我告诉你毁谤啊 接下来啊 几个人开始夜窗寡妇尊 这几位刚走到村口啊 就看到一个大红色大型号的兄长 这小先生刚评价了两句 大兄妹就不愿意 你哪个女人的话 上人显如飞飞啊 谭刚 你管老师点 如果你敢做对不起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说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没有人能让我心动啊 看看这一缸的醋多么的有深度 哎呀我说大哥啊 好歹您也曾经是 人见人爱花见花败的九王爷 怎么稀里糊涂就让大兄妹给睡了 要说您这个品味啊 我也真是醉 咱再听听大兄妹这经典的对白啊 小爷 怎么离一个人都没有啊 哎呀 我现在才发现大兄妹说的是真对 那些智商把全跑到前凶了 根本就没在脑子里 接下来这几位啊 开始在村子里下丘转了 深更半夜 在一个好可怕 好阴森 好诡异的村子里 大眼妹竟然提出画整威灵 分头行动 哎 一帆 要不我们分头去看一下吧 嗯 姐妹啊 俗哥不得不敬你十条汗 接着啊 几位开始挨家挨户敲门了 哎呀 导演为了营造恐怖气氛 也是煞费不心的 灵堂 棺材分头 一步到位 如果再来手搬月 直接就可以开这道会 纵观这整部影片呢 个人认为啊 王大爷这个老戏骨最厚道 他老人家啊 主要负责恐怖气氛的营造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道 而且这唐诗啊 比俗哥说的还低道 既然是夜窗寡妇村 那必须得有寡妇 这俗话说啊 寡妇门前是贝多 你既然敲了寡妇的门 那你就是寡妇的人了 接下来啊 是本篇的重头戏 俗称姓胡 这位寡姐不仅凶大智商高 而且眼神轻飘 表情分头 这一看呢 就是要放大招 我们经常说表演一定要走线 这场一分多钟的戏啊 充分显示了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的功力 咱再反观小白俩啊 就不太进入任意了 一凡 嗯 我们进去拜一拜吧 哎呀 这个时候还要进去拜一拜 我说编剧啊 你知不知道你的逻辑链已经彻子断了 接下来啊 这帮人开始搭帐不过夜 我们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瞧瞧 这车无缘无故的挪来地 可俩上根本没有当回事 国产恐怖片的另一特色 叫做细不够搂胆肉 听听声音咱再看看画面 我就问你们肝探不肝探 肝探不肝探 去外面干嘛 我出去打点水 打点水 嗯 这个理由不错 六个人开车出去旅游啊 居然连一瓶水都不带 接下来啊 就到了秀智商的阶段了 这俗话说智商无下线 老东一也没法办 你们俩的同伴让我把这个给你送过来 你给他留两口 慢点 这水怎么能给怪怪的围的 要说这位妹妹啊 其实挺不容易的 整部影片呢 一直在负责尖叫和被吓鸟 虽然演技稍显之嫩 但她轻悦的叫声啊 绕梁三日声不绝韵 接下来啊 又到了西湖的时间了 这个村子虽然叫寡妇村 但从头到尾啊 我也只看到了寡姐这一个寡妇 面对着寡姐的二次引用 小白脸开始搬退搬丢了 高潮戏终于来了 寡姐显然是总结了上次的教训 知道强功不行 只能直取 寡姐的一杯蒙汉药啊 小白脸马上就中了圈套了 俗话说九汉逢甘露啊 这事儿啊 个谁hold不住啊 对于一部国产恐怖片来说啊 要想取得高票房 演员必须得找到 咱说实话啊 这场戏啊 真的把祖哥给看哭了 毫不夸张的说 这场戏的表演呢 绝对属于殿堂级的 难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曾说 要想当影帝 必须得获得出去 舍得一身寡才有可能得奥斯坦 不过大家对于这场戏的认识 不要过于的负责 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虽然表面上看呢 这只不过是一场激情戏 但却隐含着更深层 更积极的意义 这里边啊 不仅包含了生理心理和伦理 还有爱情亲情和友情 如果辩证的来看 这场短暂的忘年恋呢 不客气的说 完全可以改变某些思想 保守人士的风险观念 你干嘛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在找你 我刚才去找闻山山 然后在拐角处 好像被什么东西迷幻住了 编 编 你接着编吧 来吧 我们先听听大眼妹这上半句 你真的一分钟都不想 在这个鬼地方待了 然后再听听小鲜肉 接了下半句 我们就能了解 编剧老师有多么深的 文学艺术造诣 太可笑了 我根本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鬼 不过鉴于九王爷方便的时候 都敢上女厕 咱就不能对他太可可了 虽然大兄妹和男生妹妹 已经失踪了 但这思维看上去 一点都不着急 大哥大姐 大家都是一起出来玩的 能不能相互有个照应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一位同学已经掉队了 转场之后 小白脸和大眼妹 摸进了村子里的 一个秘密花工厂 从而揭示出了 青山村为什么会变成寡妇村的原因 原来正是因为 这个化工厂的排屋 造成了村里男人大量死亡 而那些没死的男人呢 也都不敢在村里呆了 而化工厂为了掩盖排屋的真相 所以才每天晚上 让员工扮鬼吓唬人 熊兔脚扑朔 瓷兔也迷离 双兔棒地走 安能编我是凶辞 此时我真的好想采访一下 化工厂的厂长 想认真的请教一下他 是如何做到如此精准的打击 只杀男不杀女 哎呀我的大兄妹啊 整个剧组就属你的兄最大 那么按理说 你的智商也应该是最高的 他怎么老早就被人给豁桌了 这简直就是对你那套 水泼不进的理论的严重挑衅 最后呢警察来了 坏人抓住了 影片结束了 在这里呢 俗哥提醒大家 暑气荡已经到了 珍惜生命远离烂片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汤匙压经 国产烂片不胜鼠 就像群魔在捞 要问今年谁最牛 此片绝对是巧语 字幕志愿者 杨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